我觉得国民党还要在做什么冷浪吗 已经为了郭董你当时所谓的四千万元 都这个无条件无期借贷给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很快帮你量身定做 发了一个这个荣誉的这个证书给你 然后也认可你的这个党员资格 很快速也认得你的参选的这个总统大选的 这个资格 所以这也是文所未闻 古今未见哦 至少我从小长大 然后加入国民党来 我也没看过国民党有这样的一个 这么快速的这么效率 就如同当年这个富士康在这个 申请上海挂鼻鼓的时候 中国大陆北京当局很快速的这样 通完35天就可以让他在这个上海挂牌 一模一样的这个状况嘛 那今天你又要拿这个党内已经定了规则 来指三道士 明明初选的这个民调的办法 到底85% 15%的这个比例 还是全部都是这个对比式的 郭董提出来是全部对比式 当然被否决了 这个中常委当时就提过 就没有要让你方案的意思嘛 还有再来你最心心念念的手机民调 说民进党都纳手机民调 其实手机民调OK没差我也无所谓没意见 如果今天大家港内 大家都说要手机民调 那就手机民调嘛 那虽然这五个人里面 四个人赞成一个人反对 因为采共视觉 只要一个人反对就不成 郭董就是提案那一个嘛 那问题是 中常委5月15号讨论的时候 就排除了手机民调的这个制度嘛 当时中常委 包括中常委的这个提出来的质疑 还有很多国民党的里面 在研究相关办法的人 都去请教过民调公司 论人为说手机民调还是不完全 国民党还是请向采用 行之有年的家户中的这样一个电话民调 那时候也是这样的决议啊 你这个时候要提出来方案 那你不是等于去打脸中常委吗 那中常委凭什么帮你背书呢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 国民党中央是尊重你这五组参选人 然后所以把你们几个人全部都找过来 好好的这个闭门谈一谈 但是呢你为了打初选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了风度 也丢掉了你自己的 想要选总统的那种高度 怎么说呢 除了你提出来这些意见 全部都被否决之外你等于让自己自取其辱 然后你在那个会议里面 感觉是好像要人家听你去讲什么 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今天是任何一个候选人的代表 或是我是其中一个候选人 我一定当面抢他 你想选总统我们就不想选吗 大家的地位是一样的 不是你有钱 你就可以在里面讲话就比较大声 然后把国民党这些所有副主席啊 秘书长五人小组 然后当场好像就听你训话一样 中常委和国民党是让你踩在脚底下的吗